人壓掉了 他怕他走 日前警方接獲一名民眾 報案稱 他停在這個村安西巷 的車子喔沒有熄火 那停在路邊 他視線一離開之後 馬上就被一名不明人士 開走喔 那他非常慌張的到派出所報案 那本所員警受理之後 立即調閱 相關的監視器去追蹤 發現這台車子 跑到這個潭子區 這附近喔 那我剛好 當天輪修 那我帶著 老婆小孩在附近吃飯 結果抬頭一看 竟然發現這台車的行蹤喔 那我當時立即 一面通知 所內的同仁到 趕快到場支援 那另外一方面就騎著機車 在後面尾水 那同仁迅速到達現場喔 那我們就順利的在 原通南路趁這一名 犯險在迴轉車輛的時候 順利讓他攔查 那這名犯險也坦承犯險 那至於說 車子玻璃遭 敲破的部分喔 那據我們了解是 這台車子會自動上鎖 有這個中控鎖 那這名犯險途中有下車 結果車輛之前上鎖之後 他也意想變開的拿磚頭 把玻璃敲破 齁才能夠讓他繼續駕駛 那 全案依涉嫌這個 切到跟回存這些 移送海中披選署偵辦 那警方也在這邊呼籲齁 這些不法之徒齁 切莫幸存僥倖 以身釋放 那警方一定會 迅速的偵辦 嚴查到底 然後還給民眾一個 安全的生活環境 先往前彎 先去往前彎 來上靠 上靠 他在後面啦 他怕他車騎火